這個短片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前陣子玩韓版沒有發現的一個功能 我之前在韓版一直在找他的截圖拍照的功能 後來發現他的邏輯原來是按截圖就可以了 只是那時候截圖起來都是有介面的 有這個UI介面的 那你要如何就把它關掉 你可以點選設定這邊 這裡有一個戰鬥 這裡有一個圖像,環境這裡 環境然後圖像 拉到最下面 隱藏截圖操作介面 這個把它開啟 這很重要 你把它開啟之後呢 你所有拍照的內容就會是沒有UI介面 我們按F12旁邊有一個Printer Scream那個按鍵 按下去 他就會說截圖已經存到桌面了 好這時候我們縮小 你就會看到剛剛拍的在這裡 就是這樣子的 雖然他沒有到像黑色沙漠那種4K的解析度 但是至少他可以讓你現在這個畫面是沒有UI介面 不會像之前看到的那麼醜 那你如果想要人物細節好一點的話 你最大也就是拉到這裡而已 那拍照的部分還是比較受限 但是至少比起之前有UI的來講已經好很多了 好,那這個短片呢 就是之前沒有發現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